7月27日 台东的海端乡龙前部落 来得伴到总结资念 台东县政府说 现在已经有点多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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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领馆初期后 现在我们现在专家学者 都是在北京和我们在家里 在这边 在台东领馆初期 现在我们在这边 我们今天在北京和你 接着我们的好多了 有点多了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台东海端相见 广权的时候 现在有点多了 这次小熊因为他还很小 还没有断奶 也非常的轻健康状况也不是那么稳定 基于小熊的保育的需求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讨论的结果 然后也很多的专家学者 甚至我们部落的这些族人或者民众 大家都能够接受也同意 去照养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照养一段时间之后 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候 去做野放的这个动作了 那母熊一般来讲活动的范围 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炼地性比较高 那所以说呢 这个小熊他跟他母亲所在的范围 其实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 无意中最接近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要朝他最离远 人远的那个近的那个地方放 其实就是可以了 第一个一定是会害怕嘛 因为毕竟已经有吃那个动物的一些 那个事件了 所以会不会说转换之后变成是 对人有伤害这样 我们现在也在思考 有没有做一些预警的方式 让民众能够提早知道 熊在附近了 在台东领馆中 现在的内部 我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当时 是新的和 我爱的这些 我们当时 要是你带来 什么一切 都没有做什么 互相 这些时候 我们当时 没有这些 正在座谈 能够 这么说 我们当时 还要 发生 我们 当时 我们 没有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